现在讲的是我们这里许许多多的同修 学佛这么多年了 好像天天也拿了念诸子念阿弥陀佛 西方极乐世界一阵有没有清楚呢 不清楚 怎么晓得你没搞清楚呢 如果你真的搞清楚了 释迦摩尼佛生一力射力就把你这个心搞动了 释迦摩尼佛就是大魔王 为什么呢 你这个心念这么多天才刚刚念得有一点清净了 这一下把你清净心搞完了 破坏了 没有了 这是魔境现象 所以祝福菩萨决定不到这个时间来 为什么原因呢 来啊对你没好处来会害死你 为什么你多像啊 佛要我们修什么呢 要我们修清净心的 要我们成就念佛三昧 他这一来了给我们一搅和啊 怎么什么都完了 你想想看我们在这个地方 常年在讲经 常年在修学 心才安定一点点 被这个斯里兰卡两颗射击搞成这个样子 佛看到我们这样都会流眼的眼 这个是不应该的 清净心平等心 你就进福的真身了 还看什么事 所以登登念佛人 二六世中 一切经年当中 保持自己的清净心平等 这个才能上轨道 佛留学力或者留真身 只是给那个还没有信佛的人起信 用意在此地 已经入了门的就不要了 对了没有起信的 这个一般社会人 这个很稀奇啊 让他来赶养生起信息 一进身信心的就往上要提升一步了 不能再执着这些 不可以退转 只有精进的不能退转 希望诸位了解这个意义 阿 祢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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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